我感觉目前我们队伍磨合的还可以 然后争取也大约好了 让地没闪 恭喜IG 4-0成功从B组出现 经过比赛能一场一场赢下来的话 应该会大家打得越来越好 那你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危险 有台机杀这个恶人 成功地复活了凯南 也有可能这一波是故意的 对生EDG的话 我觉得还是看临场发挥吧 就如果EDG想硬碰硬的话 我觉得我们打他们应该是很好打的 对于IG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节奏点主要在于打野 然后我们针对一下打野就好了 对生EDG的话我们下路优势点就是我们磨合点会比较久一点 嗯我希望我能在这个场馆做到26号 嗯因为我们也是刚磨合不太久的话状态的话我觉得目前还行吧 然后就努力了 虽然小五现在已经重回中单位 看一下他就是从上转中的时候看表现如何 我无条件相信我们就 哎呦这傻与你真就一秒钟 我的妈呀 让巨神风见一见皮尔托沃福的科技 改变其实蛮大了 这影响然后会有更多的打法 阿雪还在拉扯 三六九门啊 卡失业了 卡失业了 最后一炮收下三六九的人头 再次拿下一个double kill 他在八百米吧给了LPC一枪 我们这次得备的目标肯定起码是进决赛吧 刚重新回到注入 然后第一盘比赛就要队长陶伯队长左手 然后也希望这次交手会有意思一些 去年有一个统计那个上野轻合作的 然后今年的话在中野轻合作方面肯定也会不落下风队 嗯自己也要多注意 我觉得陶伯队长也肯定想针对我一下 但是我是不会给他机会的 我们队伍目前磨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得杯我们就是想拿冠军 让我们欢迎 Top Esports Sung that we work 打野小鹏 中单 NICE 下路Jackie Love 辅助 卓 再次欢迎TS战队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Royal Never Give Up 上单 冰 打野 V 中单 小虎 下路 Gala 辅助 Barnie 再次欢迎Royal Never Give Up 现在冰川中火你勾到对方 你的队友可以减上 是的 这么有想法 练到了 小鹏来了 感觉 我逞Q 没逞到 但是无关紧要啊 伤害惯死了 河道这边来 上单过不来 直接踢了 哇 踢到夹子上面 硬帮忙针 但小薇之后不想放 小虎也来了 但小虎现在没被动 踩上去先打一套 小薇一批二连 但是被一级的给挂掉 小薇被秒掉了 哎呦 出问题了 阿B能意识到吗 主要这个线 如果不推进去 其实他也挺难受的 看到了 这里 咬住标道 阿B死了呀 哇 这前期节奏 小鹏节奏爆炸了 踢下去是比杰次更厉害的 是的 这波杰次甚至都不会提 想动人 这里闪现白反弯 减速到了 帮你也交闪 反手有个罪名定了一下 但是帮你被秒掉了 这里打了个2v2 小薇还在A 结束了征服者 小鹏交闪线 拉开了 金泽斯触发了自己的被动 一直追着干辣 有致命节奏 W中了 减速了只能交闪 有走到中路 直接交闪了 哇 这换线做的 耐特回家 直接让上单来补线了 上单不走了 闪 闪线一摆掉 后续直接来打 你看黄子这边 就是闪线过来直接跟 但抱你 因为是三个人 都得起步 打得他的一个伤害太高 帮你倒得太快了 如果 垂时能够在 就是 红色方的垂时 如果能够再多撑一秒的话 其实真的有机会 现在已经打得 比较裂开的情况下 他就想让嘎拉 稳定的发育起 我们想让嘎拉装备 起的快一点 下路海克斯闪过来 想动手给个灯火 后续终于摆回来 摆到了巴尼 巴尼这边有点危险 虽然勾了一下 但是自己好像还是要 夹住了 帮你熬死 JK拉五能换掉吧 大招中了 这边同逼的技能 挂到了JK拉五身上 JK拉五被换掉了 嘎拉也被 要紧一脚给踩死 好在是让嘎拉 吃了个双杀吧 但是这把小鹏 真的机会 跟嘎拉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有机会 往后继续拖的 而且这一波打的 真的很火灾 他的一个所有目标 就是先杀我眼前人 然后JK这边 因为没有一个治疗 都上网后拉 但是吃了一个 青灰燕尼 让嘎拉拿到一波双杀 而且这波主要 降性价比最高 是的 可以确保有一波 练到了 但是耐特的反应很快 反正破碎的秒表现用 会对中期有一段的帮助 小薇一上去打一套 盖大招了 要动耐特 耐特交了个闪 反正练一下没技能了 我发现小薇有点肌肉记忆 他又跟小虎绑在一起了 合集啊 这不管分哪条路 但是两兄弟就是要合集的 就是刷部数都是一起刷的 是吧 又是生化模式 能看出来涛博也很稳 因为刚才小龙后面 大招给了 但是小龙有金身啊 而且有网免 低波上还吃饭了 这里给个有双定一下 简单了 小虎直接走了 那没后续了应该 有机会的 因为只剩两个人 嘎拉这边也是被消耗的够呛 那手里有个蹲弓 可以慢慢吸 但这边金克斯 已经在给压力高 一球闪 有灯漏捡回来 微味的这个闪现 想咬人没咬住 在这种泡 凭借火炮去 瓢杀害 这太爽了 又开了 有灯漏 但小虎自己也交了个闪现 正面要多个 于大小虎也秒掉了 原生杰斯这一跑 伤害打得还不错 夹子夹的也还可以 但正面这样的话 奈德进场了 标到了兵 直接交闪现 嘎拉 后白刀切里 想换换不掉 只剩一个阿兵 也是跑到农屋里面去 但这面奈德已经跟上了 只能往后拉 又吸到了 那要死了吗 应该是要死了 应急还没消失的 打了一波18分钟的团灭 这不是特别好 你看小虎进去以后 把你给他扔灯漏 但是他自己交闪了 他是想开的 但是把你这个灯漏 他没有剪 他交闪拉开了以后 自己的位置不是很好 该是这个灯漏呢 对 剪灯漏留闪在手里的话 说不定能操作一下 其实就像科技刚才说的 这把RNG的开头路标 很明确 我就先开你垂石 他只能开垂石 开其他人 基本上都没什么效果 可能 然后最尴尬的是 像18分钟 尤其是在他们 有第二条小龙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真的不急 我觉得等阿斌 磨终好了之后 你在正面打扣克都行 把这一个战略点给拿下来 但也不敢推 小虎有GP的 想开团了吗 阿斌这一波空掉了 就要7 但是能开吗 开了个皇冠 小卓想硬上 那就打龙 打龙把小虎逼过来 是直接打大龙 可以逼个GP感觉 有可能要打到底了 要打到底了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阿斌要不要后面 又勾到了 邦尼可能被秒掉了 直接死了 出发了金刚登 最后快赶 这边他们围外地 把阿斌给拦到了岸上 干了输出为啥 还可以全残了 但是跟他上 被GKL给接了下来 小虎没办法进场 这边阿斌也被激活给秒掉 这波团又是一波溃败 GKL还要追 直接秒销进化 解恐惧 链子练出了好准的链呀 输出不了 只能说这把邦尼被制了 其实你发现 是RNG身上的最后一颗针 也放完以后 RNG就很急 就想去龙峰下面看一下 这GKL刚嘴过来 就挨了一标 但是GKL吃了一千 算是个好消息吧 就团灭之后的一个好消息 还有的派 只能说还有的派 全村的希望 一勾没勾着 Nine现在破碑 会给邦尼很大的压力 随时不敢站在太前面 左右边的阵容 没有人可以去限制这个邀机 除非邀机主动去踩 有被动的威苦斯 还想再磨一下门牙 把金森的一个伙计 把对方都炸弹了 伤害大王 兄弟们都开始打Poke了 这边兵线赶来 门牙塔不好手了 改了RNG得出去开一波了 来的 这个是什么 这边秒了 可以杀一贯版了 金森都死了 大招也中到了小鹏 在那小鹏 交位也跟上 小鹏交了个金森 但是GKL就锁在旁边 预判性的一勾 压体是压得很成功 开黄关要留 但是预判的大招又逮住了拙 小鹏现在手上有恐惧 恐惧到了耐特 耐特也倒了 这波RNG的反打 18分钟打的那波RNG有点小急 看一下这波V的EQ闪 怎么把杰克秒掉 好帅啊 看到杰克A了一下这个塔以后 小鹏四肢而动 直接EQ闪 挑到了两个人 一盖盖住了 再配合GALA的星会 燕尼一瞬间秒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小虎的大招 中到了小鹏以后 小鹏也有意识地 跟队友拉开距离 不想让小虎啊 杀掉以后刷新大招 再追击队友 但小虎这大招确实很准 还是打到了拙 然后追击到了这边的一个耐特 这个E放得很漂亮 他不想推三路 是的 小伟被点得好难受 四枪 这枪还带到了人群之中 直接开大招 又怪伤害 但是被走一扭开了 GALA现在伤害一个 微味了完全吃不住 开黄关了 想找机会 机会一宁 洒到了 放烟花 小鹏也接到了 杰克 没表了 杰克 小鹏在人群中 开了个精神 四个人守小鹏怎么跑 鳄鱼也没皇子 直接给盖死 小鹏也被秒掉了 小虎有个精神 奈特并没有收掉小虎 小伟来了 但是EQ没挑到 那算了 继续回去守兵线 我杰克这个散线太耿直了 进场压力会小很多很多 是的 再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杰克在前面点了挺多输出的 主要是刚刚上台 清晰这个营业谈了好多 对 RNG一看 随时这灯笼已经用过了 就想要开团了 用清晰燕宁先打一套伤害 然后杰克这个闪现 哎呦 接到了小虎的大招 太年轻了呀 太耿直了 而且VW的如果不是 这个垂直登陆的话 感觉第一线也会被小虎给处理掉 嗯 小虎这边注意力也很集中啊 在Nite两段踩上来说 直接用精神规避掉 对方那个知名伤害 RNG来说 他是随时可以找机会的 小薇身上又有闪现了 Nite踩上来打一套 小薇里面选择被压很低 小薇来了又盖三个 维股斯打扰中了 选择进场手上有恐惧的 还在等 小白死了 不敢进 他自己进去了 白给队友跟不上 哎呦 那这一波倒了一个打野的情况下 TOP的一波反攻 中下高地直接就没办法防守了 他闪现过来 有进化 Gala的刀很好 但是血量不健康了 回去补下血量 对方一勾也没勾到人 Nite踩上阿B也很难受 阿B可能要出师了 交闪现 杰克的我们一起来了 出发了最后快感 一直在追着A Gala也倒了 帮你被杀在了全球之中 吹枯拉朽的团战 恭喜TOP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TOP 也是恭喜TOP 在自选模式里面 两个球时中是获胜的那一方 是的 其实RNG在烈死的情况下 给我们表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性 拿上半区的一个核线 再去压制上半区的一个 劫子的一个发育 这我算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连锁反应了 对 这把打到后面 我觉得对TOP来讲 最舒服的一个点 就小鹏的一个发挥 阿B打线上 是极致的压制力的打法 这把MVP最后是给到了17 确实是最后的一波 上去踩小虎压制血量 是胜扶手